耶 欢迎你们 新闻是Bekhan 今天要订阅 赞赞 是的 我们要破500千订阅了 就差你一个 赶快按下去那个红色的button 怎么兴奋 对 但是接下来呢 就不能那么兴奋了 要严肃一点 因为我们接下来聊的是一个 非常轰动全马 甚至是在马来社群是炸开过的 一个校园霸凌致死的案件 这个案件呢 导致一名海军的这个学员呢 致死 然后甚至是有另外6名海军 学校的大学生就被判死刑 没有错 其实这次一件发生在2017年 也就是7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发生在国防大学 算是一个非常reputable的大学 就是隶属于马来西亚 这个海军的一些大学 是蛮gain的一个学校啦 然后当时呢 是这位主法汉就是受害者 他被人发现就是在宿舍里面 被霸凌致死 然后后来被查出呢 一共有19名他的同学 对他是实施霸凌 19名 情节非常的严重 有点不忍心讲 晚上我们再给邵康讲 对吧我就忍心讲 因为你是律师嘛 对 律师比他无奇一点 但是最主要的是6名学生 是有用熨斗去烫伤他 然后所以他们之前呢 是已经被判过是勿杀罪程了 勿杀罪程 但是父母跟家人就很不满意 于是他们就去上诉嘛 直到最近这个7月26号 终于他们这个法官决定 上诉庭要改判 从勿杀罪改判成谋杀罪 罪程 这样子这个改判的意义就很专 原本他就从指示监禁 变成了要死刑 死刑6位大学生死刑 对对所以上诉庭宣布的时候 当场这个父母其实是蛮激动的 马上跪下来 然后很感恩觉得 他们终于得到了这个正义 来佛他的这个孩子 然后我在看到TikTok上面 也是非常多人讨论 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案件 来跟大家细细的说明一下 那你作为我们的御用律师啊 我们请你来肯定就是 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案情 尤其是你读了判词嘛 然后我也是很好奇 为什么突然间从误杀改成死刑 这么可怕 我们解释一下吧 可以 那么这个整个故事 要从一个子虚无有的指控 开始说起 就是话说呢 在这个国防大学里面 有一个就是这个学生 他同时也在这个案件里面的 第一被告 他叫穆罕默阿克马 对对对 也是带头霸凌的 不是那个阿克马 OK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他就发现了 他刚刚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 就不见了 他就很心急 那么他的朋友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呢 他就给他这个献祭 他就说 诶 其实我的父亲呢 他懂得通过祈祷来获得一些 是名巫师啊 名巫师啊 有叶子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是 但是呢 我爸爸就可以通过这种仪式 来帮你问到说 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电脑 哦 然后呢 他就去问他爸爸 他爸爸就说 诶 你这个电脑呢 就是被这个受害者或者说 误发汉 误发汉这名死者 偷走的 哦 然后这个 主谋阿克马 他就非常的愤怒 嗯 OK 那么 就在当天的这个 5月21日的凌晨1点 哦 就去到这个 这个死者的宿舍 那时候他在睡觉 直接把他挖起来 带去隔壁房间 开始对他言行递供 就打了 对他全打交流 递供有多少个学生 当时候不仅是他一个人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大概有一群人 然后同时也是有一些目击 就是在旁边 观看吧 事情过程的学生 只是观看罢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对他全打交流 整个半夜都 都一直 这样子 打了一整晚 打了一整晚 就是凌晨打到天亮这样子 哇 因为他死不承认 那个那个死者 他拒绝承认就是 他可能都没有偷过 对对 就是他没有偷过 也没有任何证据 讲他有偷到 然后 然后第一天呢 就是纯粹是全打交流 他已经很虚弱了 然后第二天晚上 这个祖母 他还是没有消气 晚上凌晨 再次去他的房间 把他挖出来 就一样的程序 再次对他言行逼宫 然后也是殴打他 然后呢 他就发现这个死者 他还是不愿意承认 一直到凌晨4点多的时候 他们开始就 不知道有谁提 一说我们用熨斗去熨他 就去唱他 然后就 这个过程大概从凌晨 4点40多分 一直持续到天亮这样子 所以打了 连续打了两碗 然后也没有人去救他 也没有人发现 校方是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把这个死者 就囚禁起来 不让他被人发现 因为他如果他出去 一定是身上什么伤口 一定是被发现的 就把他们关起来 就他也没有办法求救 而且他希望他不要扣他父母 而且他已经很虚弱了 整个时候 然后过后他们就发现 他们本来想自己去治疗他 因为他不想闹出人命 可是发现他的伤口越来越糟糕 他伤势越来越糟糕 身体越来越虚弱 然后呢 一直到过后 他们载他去私人诊所 去把他随便随便洗伤口一下 然后伤口太严重了 他就一天晚上就这样子去世 应该是在被殴打之后的7天之后 都是在宿舍里面这整个过程 伤口他们有带他去外面求诊 然后再回来 过后应该是死在宿舍里面 7天 哇 就是在这7天 他你可以可想而知他 那个 多么的绝望的痛苦 之前他们是有过什么仇还是什么 这是第一次被霸凌 还是没有讲 这个有些证人 他提供证说 他就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不是单一事件 就是他们学校里面有这个风气 就是他们很喜欢自己私下解决的问题 真的啊 有这个风气 有人证人讲这样子的风气 就是说他们 如果发现你偷东西 他们是会 就是会严刑拷打 他们不会去上报 或者是去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是可能这一个风气 可能一个潜规则 然后他们会出于意气 就是朋友电脑不电脑 我要去帮他这样子 就造成了这个悲剧的发生 OK 好 然后后来他不幸身亡 过后终于警动了 警动了 效仿跟警方咯 然后调查之后 总共有19个人被控上法庭 然后大家都知道的结果 就是有高庭审讯之后被判出来 其实是6个 涉及用运斗 探他的 就被判监禁18年 误杀罪名 有用运斗才算无杀 但调查的时候是以谋杀罪名去调查 对对对 最后判他误杀 然后其他那些没有用运斗 只是殴打他的人就被判 以严刑毕宫为目的的伤害伤人罪 分到这样细的 就是你伤害人 然后被判多少年呢 被判坐牢3年 这是高庭的判决 所以家人就继续上诉 家人应该是很不满意 当然检查 检控方也不满意 他们就上诉 其实双方都有上诉 被告们上诉 因为事人会觉得自己没有罪 然后检控方上诉 事人会觉得判太轻 我们就一起上诉 刚好一起上诉 刚好一起上诉 然后上诉庭 最后判完出来的是觉得 没有雾杀成分 你们是 你们在那个晚上 连续几个小时用运斗 就是往他身上这样子烫 就是这种烧伤最终 而且各种部位 最后判出来 好像真的是非常远 就是全身体有超过80% 是有受伤面积 然后流血 包括四肢啊 身体甚至连阴部 都有这个被烫伤了 全身三级跟二级烧伤 What the fuck 然后那个法医就有给证识说 这种程度的烧伤 你就算去治疗它 它也很可能会没有命的 所以就是死因是源自于这一个 他就说你看你们 那个晚上故意这样子弄 而且你这个过程 它不会是静静抬那边的 它受害者一定会挣扎 尖叫 然后你们都没有停止 一直弄弄到要肯定为止 这个过程就证明你们是很蓄意的 要通过这个方法 去置它于死地 所以到最后是觉得谋杀的 这个element是有被满足到 就变成谋杀 哦 就是那长时间的 而且是蓄意的 是蓄意的 那如果那个那种加害者讲 我没有要让他死 我只是要让他受伤 是不是可以不可以代表 我没有这个 intention 这个法官里面的讲法就是说 你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怎么说 因为你第一 你过程当中是 你是持续不断的在做的 第二也是因为你这种行为 造成了他很严重的扫伤 然后第三 这是这种狡辩啊 其实是 对对对 然后你没有第一时间去救助他 你还几图隐藏整个事情 把他关起来 不让他接触 带他去看私人诊所 也只是把他洗伤口 没有 真正下去治疗他 整个过程当中 你们也没有停手 所以很明显 你们是蓄意的这样子做 那个诊所 接到一个这么严重的案子 也是 是咯 没有通过 他当时有怀疑 他就问他们说 他就问这些同学说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受伤 然后那些同学就说 哦 这个宿舍有一些小型电气爆炸 他也是有refer说 这种程度的伤口应该要去大医院了 应该要留医院观察 然后但是 因为那个死者 他当时已经没有自主能力了 所以那些同学就怕冬床事发 就没有按照这个私人诊所医生的建议 就把他带回宿舍罢了 哦 然后比较值得关注的东西 也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呢 其实有两个 不同的法医的报告跟诊识 那么检控方这边的法医呢 是负责解剖死者遗体的法医 他就跟你讲全身烧伤有多么严重 重程度烧伤是很难挽回了的 然后呢 被告方他们也有提出 他们也有提出一个专家证人 那专家证人就讲说 其实根据我的这个判断呢 你的烧伤也没有到80% 全身大概有60% 而且他死的时候50%已经好了 然后呢 这个真正的死因不是因为烧伤 是因为他的这个胸腔细菌感染之类的 那也是因为你们打到了吧 他是这样的讲啦 所以你会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死因在那边 这当然是被告律师团的策略 就是说如果他 他是死于这种胸腔细菌感染 又不是我造成细菌感染的嘛 这样可能就可以习惯那个谋杀的罪名 可以被误杀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到最后呢 法官是决定采纳这个解剖遗体的法医的报告 因为他是第一手资料 然后这个被告们他们提成那个法医呢 他是他是根据第二手资料 就是看了 可能是看照片还是怎样 所以他觉得相对来讲没有这么可信 对 所以到最后 解剖遗体的法医报告一旦被采纳 那个就是大局已定了 但现在还能再被上诉 还可以再上诉了 OK 所以其实还是有机会不判死刑 对对对 因为我们国家已经通过了废除强制死刑法令 OK 所以如果你被谈谋杀罪名成立的话 照理来说 你either可以被判死刑 或者是你被判坐牢30到40年加点打 甚至不是 因为已经不是强制死刑了 我们国家没有 但是我们这个上诉厅 他就纵观这个案件 他觉得太惨绝人性了 太灭绝人性了 所以他就说这种情况呢 是很冷血跟极度罕见 他这个用的词叫 rarest of rare 就是说 太灭绝人性的案件了 所以他就觉得要判死刑 即便他们这些被告 当时候才20多岁 直接被判死刑 这也是少有听到 校园霸凌被判死刑 应该是买下第一宗 校园霸凌被判死刑的 因为一般都是未成年人 大家就没有死刑 而且20多岁算是young adult 所以你很难想象到 我们的法庭会对20多岁的年轻人直接下一个死刑 还有分这样子 样儿道跟偶儿道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 你看到判死也是 你看到法官最后他写的越来越 有情绪在里面 真的啊 因为你要知道rarest of rare 这个phrase 它有它的战略用意在里面 rarest of rare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国家通过了法令 你如果在废除强制死刑法令之前 就已经被判过死刑的话 你可以去跟联邦法庭上诉 讲我要撤销我的死刑 OK 但是呢 你要不要撤 你能不能撤销呢 就看你有没有过一个门槛 叫做rarest of rare 你的罪行是不是极度罕见的 如果你的罪行真的是极度罕见 他是不会撤掉你死刑 哦 所以是为了让你不要被撤销那个死刑 我觉得有这个 可是上诉都不可以啊 你的意思是 我觉得不是上诉 你还是可以上诉 但是我觉得上诉庭在这个阶段 就用了这种词汇 我的感受是他有一点要赶尽下去 就是他断你后路 就是你就算上诉也没有的放过 赌上一个你有可能可以逃脱的东口 对对对 哦 还有这样子 我觉得还有这方面的企图要做 不过他还能不能上诉 他们还是可以上诉的 是是是 OK 但其实我看父母们有接受报答吗 出发汗的父母就有去讲说 他其实这么多年七年一直进去住法庭 但是假孩子从来都没有跟他们道过 就没有过这个歉意 他们有说那个巫师 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那个同学的爸爸 是一些的 死做勇者导致他的儿子间接被杀 就是因为他的一句话 这样他觉得这样子算不算可以也被当教唆罪啊 还是 OK 当然我们其实不知道警方有没有对这名巫师进行过调查 但是他最后是没有被控上法庭的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事情的全貌 可能这个巫师也只是他的儿子问他说 我同学的电脑不见了 你能不能帮我找下 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过后会引发出这个校园霸凌之死 就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蝴蝶拍下翅膀居然有了这个风暴 本身的性质还是校园霸凌的恶劣啦 对对对 那我也知道是马来西亚的校园霸凌其实挺严重的是不是 在门里学的 就不只是在大学里面 一两个月你就会听到了 不只是大学 中学 小学 滑校也会 而且这种是被霸误出来 有更多很可能没有被霸误出来的校园霸凌 对 因为之前我们才听说 好像极大有一个中学在女厕所里面掌挂同学这样子 就是滑校吗 滑校生 滑校生 因为这种校园霸凌 特别是在校园里面进行的 很多时候是中小学生 中小学生他们很重视这种有peer pressure 就算他看到校园霸凌 他可能也不太敢去停声而出 好像这个案件里面其实是有同学目睹 他们也没有不敢停声而出 真的 尤其是你前面讲 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是在同学之间传到很够力 就是你知道吗 晚上那个房间有人打 然后包括你讲有很多人去看 13个人有替的 如果不包括替的打的 肯定还有更多人围观 可是围观的人不讲话 嗯 这个其实真的很像最近要上的一个电影 叫默杀 他的意思就是沉默会杀 就是在讲说 也是在讲校园霸凌的一个电影 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其他人 就是因为他们不讲话 所以导致这件事情他就像雪球这样发酵 然后越来越够 很好看 有王传军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 那个 也那个 孤住一子 也那个租宰 打租宰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应该 吴振宇 对对对 所以 你觉得呢 那你觉得这种学生就是其他的这种沉默的人 在法律上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责任吧 就是很像因为 见死不就没有罪 可是假设我包庇罪犯是有罪 嗯 在这个案件里面呢 其实 出来指控这些被告的关键证人 就是那个目睹整个案件经过的过程 然后呢 辩方他们有一个策略就讲说 这两个目睹目击证人呢 他们是同伙 他们是公犯 因为他们也全程没有报警 也没有阻止 哦 辩方反而这样讲 啊 就是还要把他们来拉下水 让他的公词变得不可信 对对对对对 哦 OK 因为他说你们两个冲突看到尾 然后你过后也没有报警 嗯啊 啊 就是他们这些这些目击证人也是公犯 啊 OK 然后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呢 呃上诉庭的法官就认为说 诶 他可能他就算是公犯 我们的证据法前面也是讲公犯的证词 是可以被采纳的 哦 污典证人啊 传说中啊 就是感觉你们俗成的 所以他们最后有被输吗 这两个人 这两个没有被输 当然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策略上面的交换 不失公犯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这样我就想问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校方有没有责任 校方有没有责任 因为我看到很多校园霸凌事件 好像最近有一起啊 在雅比的一个学校 他们也是去直接诉校方 就讲说校方导致这个 他没有去诉那个加害者 反而去诉校方 听讲是这样子 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校园霸凌案件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他去把校方 就是校长社监老师 跟教育部长 做列为被告 教育部长 教育部啦 这个很常见的 在所有涉及 这种政府部门都会看到这种情况 直接诉那个部门 对对对对 在这种情况呢 也是一样发生了校园霸凌的案件 那么呢 这个案件的最后的结果是 校方是没有 不需要为这个东西负责任 因为他说其实呢 你把孩子送进学校 当然老师有责任照顾孩子的安全 但是呢 老师也不是保姆嘛 他工作是教授 他不是保姆 所以你也不能 expect 校方或者老师 20小时看着你的孩子 完全让他不受伤害 事件呢 事件呢 事件 所以他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那个门槛在哪里呢 那法庭的讲法是 第一你要 我们要首先鉴定这个伤害 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合理预知到的伤害 第二是 如果他是可以被合理预知的 这样校方有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 来防范这种事情的发生 自己的本分啊 其实就是 就在那个雅比的案件里面 他们说 这个校方平时就已经一直有在做这种 反校园霸凌的宣导 中会上也有讲 然后有这种 counseling的 还有设这个意见箱 鼓励大家如果发现校园有投报 所以他有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 那如果后面他被发现 那个老师有在包庇这个霸凌的学生 如果是有被包庇的话 那当然确实是能够 一般他们讲说霸凌人的都是老师的宠儿 或者是家长这种权贵啊 这个要case by case basis 也不是一定是这样的 但如果老师本身是知情包庇的话 这样肯定也是脱不了关系 所以马来西亚的校园霸凌 有法律去保障吗 目前 目前来说是没有专门的法令 去对付校园霸凌 没有专法 校园霸凌法 没有专法 跟那个网络霸凌是一样的 他就是看你霸凌用什么手段 就用那一条形式追来 如果你是打他就用故意伤人 打他就伤他 你把他关起来就是囚禁追 如果只是那种语言霸凌是没有办法 语言霸凌其实有一条叫做侮辱嘛 或者说刑事诽谤 也是有这一种 什么都没有 像如果马来西亚发现有校园霸凌者 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对他做 就是会有什么办法 当然校园霸凌者有分两个群体 因为学校是小学大学中学都有 那么大学生就按照成年人 好像这个案件里面这样子正常的去处理跟审判 当然更多的问题是会涉及 未成年人中小学生这一些 当然我们国家整体的一个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大方向呢 是采取教化多过于惩罚的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儿童法令 它里面就规定说 就18岁以下都算是未成年人 那么18岁以下的这些成年人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校园霸凌 然后被判有什么什么勒索罪 什么什么罪名成立的话呢 其实法官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个权限 是蛮大的 他可以给你口头警告 然后就放你总的罪情了啦 甚至是判你去做counseling 去接受辅导 或者说社区服务 然后送去赶化验 坐牢是最后一个选项 对于未成年人啊 嗯 最后是最后一个选项 而且即便你去坐牢 你也不能跟成年人一起 关在同一个牢房 然后你坐牢的话 每一年可以 review一次 要不要再继续做 就如果你表现良好 就可以早点放你一种 对 然后甚至是你如果是14岁以下 嗯 然后你背叛 把林追成立的话啦 你也是不能背叛坐牢 就是14岁以下绝对不能坐牢 14岁以上到18岁 坐牢是最后选项 这样不可以像这样 判他10年 然后等到他14岁以上 对 就是看你那个时候 他就换过去 看你那个时候 他不会换的啦 就是然后等他成年 再把他放去监狱 不可以这样子 啊 不会 可是好像别的国家 是这样的不是吗 好 你哪一个先 我看C啊 哦 不知道啦 我也不知道 我玩多东西 都是从C上面去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这个方法 是因为我们发现到校园霸凌 它牵涉的人的施暴者 很多时候也是很年轻的人 属于这种很年轻的群体 所以 Child Act 就是儿童法令的推手 就是刚好我们认识的 马大的教授之一 他是觉得这些人还很年轻 所以整个方向是要给予他们机会 教化 感化 跟再教育 而不是马上就给他们 最残酷的那个 可是 很违背大众情绪 我们就觉得 这是不是会让很多小孩子 就觉得因为我小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 可是他因为正是他还小 所以他受到的所有的 behavior的影响 都是由他的家庭塑造的 他还没有独立的 那应该要惩罚那个家长是不是 如果他那个孩子 是家庭暴凌的话 有吗 有惩罚家长 目前没有啦 肯定没有啦 就是人权 怎么可能惩罚一个没有 没有做错事的 你怎么确定 你以后的孩子不会少元霸凌 就是 这样想办法确定 不能不要生哦 应该是要这样子吧 你生到他人家教他吧 你是不知道有一些基因 是比较容易有暴力因子 所以就不要生了 没有没有 你没有办法detect的 你生出来之后 就是他也不是家教的问题 但是感觉 we need to do more 因为我们要找到一个人犯罪 即便是对学生来说 你犯罪你霸凌人 犯罪的背后的原因 是错综复杂的 有社会有家庭有基因 是不是能够有基因决定 这个也不知道 社会因素 然后整个环境 家庭教育的因素 但有没有过于体谅加害者 然后导致我们对他所进行的措施 就变得少了 这个呢 其实你就要看到 其实法律最后的精神是什么 法律最底线的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宁愿放走十个坏人 都不愿意罚错一个好人 所以特别是在对于未成年人的 这个处理机制 尤其是未成年人 我们法律还愿意去相信他们 还有更大的改造空间 不稳轻的原来法律 这个是教育的工作 原来是法律的工作 法律是要教化为目的 不是以惩罚跟维持秩序 这也是一个派别 也是法哲学的debate 这种派别 他其中一个点就是在于 他犯罪的当下 他会不会考量到 因为这个良心很重 所以他就不会去做 可是如果他是没有办法考量到 比方讲小孩子没有办法考量到 或者是他是因为冲动愤怒 他不会去想到这些 犯罪有什么法 有什么法 他不会去想到这些的话 这样你色多重都没有用 因为我现在有点觉得 大家都好像有点默认 说小孩子霸凌是环境的错 但是我们好像非常缺乏 对环境的监管跟措施的话 那这个问题最后会很误解 是 Anyway我们现在这种东西 也是要学要交给专家去看 要怎么样去改善 我们只能够就呼吁一下 我们的观众 如果你是中学生 小学生 乃至于大学生 或是成年人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 可能有任何的疑似霸凌事件也好 就是霸凌事件发生 希望大家不要保持沉默 可以勇敢站出来 有一点小小的迹象 可能你都要去特别的紧备 尤其是小孩子很容易被影响 想你知道 下人霸凌不哭 一点都不哭 那这样 不要沉默 沉默不是精 沉默是害人精 好啦也可以带你的朋友去看一下莫莎 8月8号上映 你就会知道小远80有多么的恐怖 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要沉默 好的如果你喜欢本次影片的内容 记得要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而且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 也可以follow我们的个人的IG 如果你也喜欢这类似的法律干货的话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IG帐号 Ace Underscroll 笑抗 或者是我的这个法律播客平台 ad like that 咯 你会在里面讲法律的Case吗 是 包括今天这个Case 其实我们是看到他出来了 觉得讲得很有意思 在Podcast里面出来了 他关于到这个Case的解读 然后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这难道就是那些漫画被影视化的那种感受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靠 好啦 拜拜 拜拜